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 2022下半年全聯必買Top5 除此之外還會來跟你們分享 全聯消費到底要怎樣才可以達到最高回饋 最高可以享有17%的現金回饋喔 哈囉我是尋尼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下半年全聯必買的Top5 我前陣子就請小幫手 幫我整理了下半年全聯必買的簽單 想不到這次簽單真的很多都是我見都沒見過的 這支影片除了跟大家分享必買簽單之外 後面也會來跟大家分享 到底要怎麼在全聯消費才可以達到比較高一點回饋 如果說你對這系列有興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如果你在尋找一個高活出的數位帳戶這邊推薦給你願言的Banky 透過連結申辦就可以享有半年5萬塊2.6%的活出利率 那他是一元起席並且每日祭席 每月復席 他會在下個月的21號開始祭席 除此之外超出5萬塊的部分 通通可以享有0.935%的活出利率 無上限 那他是零條件 你門檻只要透過連結申辦就可以享有以上優惠 而遠銀Banky也是目前唯一公告到年底 不需要任何條件 可以享有高活出無上限的數位帳戶 所以不管已經是小資族 或者是資金大戶 遠銀Banky都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相信現在在全年買東西已經變成很多人的日常了 那當然應該也會有非常多人希望 可以買到一些好吃的東西 今天他就一口氣幫他統整在下半年全新的 必買 首先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這個 布朗尼脆片餅乾 他裡面是這種細長條的脆餅 然後巧克力就是那種甜香甜香的感覺 因為他是布朗尼所以他吃起來是真的蠻甜的 那他居然類似那種 喜餅的巧克力餅乾把它做成薄片的那種感覺 但是我必須老實說 這一款餅乾的單價是稍微比較高的 他小小一包就要89塊 所以10分裡面我也給他7.5分 接著要來跟大家分享是比較特別一點的東西 是來自日本KS的果醬 那我總共買了兩個口味 分別是草莓跟巧克力的 他這個果醬設計蠻特別的就是他希望你這樣一手壓下去 就可以同時跑出兩個果醬 讓他味道可以融合在一起 剛剛一下擠出來的時候會有那種Bolt的感覺 會有那種快感 然後雖然說我覺得擠出來 感覺好像不知道很好看 可是我覺得這樣設計是蠻方便的 你可以不用一次買一整罐果醬 那我馬上來吃吃看他味道如何 他的巧克力搭配花生啊 其實我覺得還蠻剛好 就不會讓你覺得好像太甜太膩 然後花生味道會剛好綜合巧克力的甜味 所以我覺得這個搭配還算不錯 接著來吃吃看草莓搭配奶油 草莓搭配奶油 我自己覺得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因為他的奶油味道偏重 你會覺得好像偏鹹了一點點 然後草莓的後味又有一點點偏甜 所以我這一款 我是覺得比較還好一點的 我覺得這個非常適合自己做的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外出旅遊 又覺得一大罐果醬很多 他就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他10分裡面呢 我會給他7分 接著要來跟大家分享 是瑪莉烏的夏威夷披薩 那夏威夷披薩 他是屬於冷凍包 所以你之後只要回來 微波個2到3分鐘就可以吃 我覺得很方便 他總共有三種口味 那網路上對他的評論就是 每一種口味都很好吃 但是他這個是沒有事先切好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分的話 可能要事先切一下 因為他的起司鋪得很厚 所以如果說你本身很喜歡起司的話 吃下去應該會覺得蠻爽的 然後我覺得 火腿跟鳳梨的味道也都不差 但是我覺得唯一有一個小缺點是他的皮真的太硬了 就他皮有一種你好像在咬厚紙板的感覺 但是其實我覺得整體來講 如果皮做到皮的話 其實表現都還算是蠻不錯 那10分裡面我也給他7分 接著下一道要來吃的是 普風椒鹽雞軟骨 那我剛剛已經拿去 氣炸鍋氣炸鍋 所以感覺起來應該還算是蠻不錯 我先說這款非常好吃 我覺得他不輸外面鹹醋 如果說你在氣炸的乾一點點的話 他其實吃起來會更脆一點 雖然說我剛剛表皮是有一點點濕 但是他稍微偏有一點 但是整體吃起來就是很爽 就你在吃鹹酥雞的感覺 如果從你本來之後很喜歡雞軟骨 或者是他其實還有其他品項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但是這個 普風椒鹽雞軟骨 真的是 大推 10分裡面 我也給他8.5分 跟大家分享完吃了之後 我來喝一點茶 那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七七老大他共同推出了這個 拉貝健康茶 聽說他前陣子都賣到缺貨 而且因為他代言人有許光漢 其實老大跟林心如 那聽說許光漢上面這個標籤 都會被撕掉 我就覺得還蠻誇張 他總共有出了兩個口味 一個是乾麥茶 一個是玫瑰綠茶 他這上面竟然還有一個密封蓋 也做的太細了吧 喝起來就是一款 健康的 大麥茶的感覺 他其實沒什麼甜 然後熱量一罐是7.2卡 所以其實算是 非常的 低熱量的 一瓶飲料 我覺得比起一般市售飲料 他品口跟品聲 其實都做的比較偏小一點點 接著呢來喝第二罐是 鮮鹽 玫瑰綠茶 我覺得他有點像是 無糖的 美顏色的感覺 因為他熱量也很低 他這一瓶才 九大卡 然後他玫瑰香氣 其實還算是蠻重的 我覺得這兩瓶比較適合 是那種 你今天口渴 但是又想要喝一點 健康的東西 然後熱量又不會太高 他就會是一個蠻適合的選擇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只是單純為了追求喝飲料的爽感 這兩瓶絕對不會是你想要 喝的首選 所以呢 10分裡面 我會給他6.5分 會不會給他一提 希望 其實老大 不要討厭我 因為我自己本身 覺得這個茶對我來講是還好 反正這個吃的東西 是見仁見智 但有些也會覺得很喜歡 那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可能比較不會主動去買這個茶 來喝 跟大家分享完必吃必買攻略之後呢 接著就來跟大家分享 到底要怎麼在全年消費 才可以想要比較高一點的回饋呢 在全年消費 大家要認知到一點 除非今天這張信用卡有標記出來 在全年可以想要回饋 不然 95%以上的信用卡在全年消費 是完全零回饋的 全年現在可以支援的行動支付 包含了Apple Pay Google Pay 神送Pay 以及呢 台灣Pay 索亞全年是沒有支援 接口支付 或者是LinePay的 除此之外呢 如果說你聯想在全年消費呢 他還有 銀行信用卡的限制 他目前支援的銀行 包含了中信 國泰 玉山 台新 富邦 聯邦 永峰 花旗 地銀行 星光 張隱 凱基 如果說你今天手上是持有別家銀行的信用卡 在全年消費的話 是完全沒有辦法刷過的 接著跟大家分享一下全年的點數 是怎麼運作的 你今天消費100元呢 是可以得到3點的 那他10元呢 可以折抵1元 全年呢 最近也要推出全支付 那剛推出的時候 其實我在猜 活動應該都會蠻不錯的 所以啊如果說你想要得到優惠的話呢 可能要把握剛推出的時機 如果說未來有其他更詳細全支付的內容 我一定會拍成影片 所以如果說不想錯過的話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接著就來跟大家分享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在全聯消費 到底要利用哪些信用卡 可以讓自己的回饋最大化 全聯PXPay每個月啊 會跟各家銀行 推出不一樣儲值或者是消費的活動 你們都可以注意上面給的回饋 再搭配上下面分享的信用卡 就可以讓你回饋更加翻倍 但是有一點要提醒大家 PXPay跟各家銀行所推出來的優惠 有一些是有名額限制的 所以在儲值或者是在消費之前要記得看一下 還有沒有名額喔 首先第一張要來跟你們分享 就是花旗現金回饋 泰金卡目前是供到今年的12月31號 你現在一般消費可以想要2%的現金紅利回饋 每年的回饋上下是6萬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費到300萬 那你今天就算繳保費 或者是利用PXPay消費儲值 一樣是可以享有回饋的 這張信用卡其實時不時會推出限時的手刷力 之前都還有送到AirPods 3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得到比較好的手刷力的話 要記得實時關注我的影片喔 接著第二張要來跟你們分享就是星光悠遊聯名卡 目前是逛到今年的12月31號 你今天在紫禁通路上面消費可以想要2.1%現金回饋 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3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費到14285塊 他的紫禁通路包含了全聯啊 發明配 屈城市等等 接著下一張要來跟你們分享是聯邦幸福M卡 目前是逛到今年的10月31號 你今天只要是新戶在核卡三個月內啊 在全聯消費都可以想要5%的現金回饋 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2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費到4000塊 除此之外呢 新戶在核卡30天內 在指定的交通以及旅遊的通路上面消費啊 則是來到20%的現金回饋 加碼14% 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5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費到3571塊 他指定通路包含了高鐵台鐵以及國內飯店等等 接著下一張則是要來跟你們分享星光 OU的年卡目前是高到今年的9月30號 你今天在P3P上面消費可以想要12%的現金回饋 這12%是屬於地下室 包含了申辦OU數位帳戶加碼11% 還有呢自動扣腳額外加碼的1%回饋 那加碼11%呢 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25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費到2727塊 而另外加碼的1%每個月的回饋上限值1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費到1萬塊 接著如果說你今天是在禮拜五 利用PXP消費的話呢 則是來到17%的現金回饋 其中加碼5%跟申辦OU數位帳戶加碼11%回饋是共同計算的 所以這16%回饋每個月的上限是25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費到1562塊 雖然說這張信用卡在PXP上面的回饋上限是稍微偏低一點點 但是如果說你想要追求高回饋的話 他不乏也是一個選擇 當然你今天也可以利用悠悠卡自動價值的方式 建行結帳 那這邊推薦呢 玉山優貝爾 目前是逛到今年的9月16號 你今天早上是先申辦玉山優貝爾 在合卡兩個月以內啊 自動價值都可以享有20%的現金回饋 活動期間的總上限是2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費到1000塊 而第二張則是永豐大戶 目前逛到今年的12月31號 你既然利用悠悠卡自動價值可以享有5%的現金回饋 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300元 所以就可以消費到6000塊 我個人認為永豐大戶悠悠卡自動價值 算是一個還蠻穩定 而且在各個通道都表現算是還蠻不錯的一張信用卡 所以啊如果說你要在全聯消費的話 以上幾張信用卡就提供給大家參考囉 最後呢還是要記得提醒大家 基本上一般的無腦神卡 很多都是排除全聯消費的 在消費之前還是要注意一下這張信用卡的回饋 到底有沒有包含全聯的部分喔 你們也可以實際關注全聯PXPay推出的攻略 在消費或是儲值上面 只要單筆累積滿了的話 就可以在額外享有加碼的回饋 好那以上就是這集要來跟你們分享的內容 如果說你還有其他需要補充 都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喜歡這支影片 比較多喜歡 或訂閱我記得開啟小鈴鐺才播出我每次上影片 喜歡關注我更多生活動態的網絡 Follow Instagram 或贊贊的粉絲也可以教會員幫助我創更多金美 有一點朋友的訓練 我們下次再見囉 七七老大這個茶呢 也不是說難喝 只是我自己個人平常不會去買來喝 是這樣子而已 因為他是主打健康茶 但是 他可能冰冰冰的喝會好喝一點 只是我現在常溫喝就覺得好像 不是像我平常喜歡的口感 那這個大麥茶要是我買的話 我應該會偏向大麥茶一點 因為我自己個人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玫瑰的味道 然後他這個 雖然我覺得他是真的都還蠻天然的 但是 就是 就是 真的對不起 不是我我會主動去買的飲料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見能競爭 而且我覺得他的 單價說實在也不是到 很便宜 一罐在全年買要34塊 所以 我覺得他如果以飲料來說的話 單價不算 太便宜 然後他是450ml 只是如果說你想要 尋找一個健康低熱量的飲料 這個或許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覺得大家還是可以去體驗看看啦 因為 畢竟他熱銷一空一定還是有他的原因存在 但是飲料跟吃的東西本來就是見仁見智 希望 呃 奇奇老大 不要討厭我 還有他的 粉絲們不要覺得 我在黑他 其實真的沒有 因為 我覺得這種東西真的就見仁見智 拜託拜託不要害我 但是我覺得發現 其實全年還是有蠻多 意想不到的新品不斷的在推出 像是 我覺得 這個 布朗尼的餅乾就蠻好吃 因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有時候都會突然好想吃布朗尼 然後他很像是那種 在 冰淇淋 或是一些 甜點裡面會擦在 可能一些甜點旁邊的那種小裝飾 就脆脆的那種餅乾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推 但是他單價說實在真的是偏高 他泰國來的餅乾 所以 所以 要不要買呢 我覺得 大家還是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他價格是 說實在有一點偏高 但是我覺得 那個 普風的雞軟骨 真的是 好吃 好吃 真的好吃 然後 最後還是要說一下 以上呢 就是主觀意識 當然如果說你還有其他 想要推薦的 都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但 有些可能會覺得 我覺得好吃 那你覺得不好吃 那我覺得也沒關係 啊 這種東西本來就是 見仁見智力 要記得理性 討論就好了 那我也沒有收全年的業配的錢 完全沒收 就是這一集不是業配 因為很多人看到 我在拍什麼吃的 就說這一集一定是業配 其實 全年好久沒找業配 當然也 如果全年要找業配也是 非常非常的歡迎 當然 對 我們現在在拍什麼 再宣傳